最後我們再看一個影片 就是日本的影片 來跟你講一下二氧化碳的一些性質 裡面有看到一個製造的過程 不過那不是它的重點 就是一樣 八層裝置 鹽酸 大理石 石灰石 碳酸蓋 水槽 機器瓶 機器瓶的蓋子 挖槽 石灰水 蠟燭 這個是要你放東西的 竹台的樣子 一個寶特瓶 裝水 BDP容易 BDP龍就是涮煙指示器 你們好像在小學念過 來個吸管 一樣觀察 無色 性質無色 文文味道 用手三文 無鏽 然後這裡倒進澄清石灰水 然後會開發變成有混濁 就是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會產生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沉澱石子 沉澱水 涵出二氧化碳 液污漳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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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先滅掉,表示二氧化碳比空氣重 鹽酸加大理石,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最底下的蠟燭會先滅掉 因為二氧化碳比空氣重 層在下面不會把它滅掉 上面還可以有氧,所以上面還會繼續燃燒 說明它比空氣重 一樣鹽酸加大理石,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通進去 這個東西是要說二氧化碳會溶在水裡面 所以二氧化碳會減少,壓力會使瓶子變扁 讓它溶掉 因為二氧化碳溶解了,所以壓力就變小了 外面大氣壓比它大,就把它壓扁了 然後檢驗酸鹼性,拿BTP去檢驗 BTP在中性大概是綠色的 月亮性是月亮是綠色的 然後,它是酸性的 所以顏色會閉亮,會黃黃的 水是月亮中性,水是綠的 碳酸,酸性,所以是像黃色 BTP,酸鹼指示劑,小學好像唸過 二氧化碳溶以水形成碳酸 無色,無味,無秀 無色,無味,無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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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空氣重 力度比空氣大 會沉在下面 它可以溶於水 所以會變扁 溶於水會變碳酸成酸性 所以BTP成黃色 好 這就是它所給你顯示的一些性質 就我一些我都有教過 就請你把它BAN起來就可以了 OK嗎 OK